常来啊 行 慢走 小心点别摔了 掌柜的 你们这儿有没有顺路 去江陵孟泽的马车 如果没有的话 我租一辆也可以 这我不太清楚 要不你上去问问 我们当家的吧 多谢 好 礼拜请 有没有去江陵孟泽 或者龟爪的马车 如果有的话 我可以租多少钱都行 荣 荣 荣大人 玉人呢 你把玉人弄哪儿去了 他 我绝不会让你再害他 也绝对不会放过你 年少不张狂 停轮在谁一方 也要你流伤 一路山高水长 谈红尘岁月荒唐 饮一番细细思 相见多难他醉一场 饮一番暗人世上 冰入霜肖南起荒 浮云沧海终难相望 冰入霜肖南起荒 因一番熙熙思练 相见多难大醉一常 放开 放开我 一年一番暗人世上 冰入霜肖南起荒 浮云沧海终难向往 一路山高水长 弹红尘虽一月荒唐 饮一番细细思量 相见拓揽大醉一场 饮一番黯然是伤 并如霜小梦奇幻 浮云沧海终难向往 灵儿 舅流 多谢二位 你没事吧 送小女回家 有没有受伤 跟容关主说一声 你没事吧 今日不变 明日贺某亲自登门道歉 贺大将军 我家管主特意吩咐说 不必了 他还说往后贺家人 都不要再来容服 什么 你没有受伤吗 你的手 你的手怎么绑得乱七八糟 你的手 宋明 叫大夫 那荣家不愿荣誉去五花山 你非要把他带走 荣誉死活我管不着 但你要有个好歹 让我和爹怎么活 别说了 人回来就好 我非说不可 没听到刚刚的人说什么吗 往后贺家的人 不要再去荣府 再看看荣将干的事 荣誉还昏迷着 就来送聘礼 他是人吗 他们荣家就值得你这么犯傻去冒险 秋婷 爹 荣誉醒了 真的 这是好事啊 凌儿啊 虽然你做事鲁莽了点 但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我倒是想开心 但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绫儿 九龄 绫儿 少关主 少关主 小关主不能出去啊 少关主 不能出去啊 少关主 不能出去啊 好 容大人 惨愧呀 惨愧 少关主如今的情况 老夫生平谨见 所以只能试着开几个方子 看能否让少关主有所好转 就这么吃了 傻了 什么都不记得 可为什么 单单记得她 为什么非要找她 为什么非得是她呢 容大人 这个也不难理解 出生的小鸭小鹅 他们第一眼见到的是谁 便会与谁形影不离 少关主 如今的神志 与出生的小儿无异 清醒时 又只有贺小姐在她的身边 自然把她当作最亲近的人 离开便觉得不安哪 最亲近的人 真是要叫我容府 叫她天翻地覆啊 少关主 少关主 你不能出去啊 是啊 少关主 你不能出去啊 在下回太医院 和大家再商量商量 下官先告辞了 少关主 少关主 不能出去啊 少关主 不能出去 公子 公子 是公子醒过来了 和山 和山你听到了吗 是公子醒过来了 日后 你们仍是公子的铁身侍卫 多谢大人宽容之恩 但盼望容府 此罪难饶 此罪 不许多谢大人宽容之恩 又乃份依 这母家 还以为三国 公子 是奸行之恩 不许多谢大人宽容之恩 你为了 梦子 成》 侵从你 都许多谢大人